有些時候我們發覺有座骨神經痛 都會想是否腰有事 或是甚麼地方會引起座骨神經痛 我先輕輕解釋一下 座骨神經痛的定義就是 沿著座骨神經 即是由腰到屁股 大腿後面小腿 甚至乎到腳底腳趾 沿著這條座骨神經線有痛症 我們都叫做座骨神經痛 所以其實它不是一個診斷 你只可以玩一個現象 一個症狀 有些甚麼會導致座骨神經痛 例如我們說的椎間本脫出 好像我們腰骨和腰骨之間有個啫喱 又或者退化 甚至乎有一種我們叫做 彌臟肌綜合症 就是在我們的屁股這個位置 深層有一塊肌肉 好像一個雪梨的形狀 這樣圓圓地 這個肌肉有時當它發炎 或是當它敬亂的時候 它就會鋪到左骨神經線 它有特徵的地方 就是屁股會很軟 然後腳可能會被 甚至有些人會形容為 腳很重 很聚著 很用力才可以提高腳 但反而這條腰骨 相對來說又不是那麼痛 以下我示範這個動作 如果你有彌臟肌綜合症的話 試一試 如果你發覺做完之後 好一點的話 可能我離中肌比較緊 雙腳這樣翹起 即是比較粗魯的這樣翹起 有人挺直的人 好像鞠躬弓一樣 彎低伸 一直慢慢壓下去 直到呢 你感覺到屁股這個位置有拉扯 留意喔 我們做的時候 雙腳盡量要擺平一點 如果你這樣做 效果就不理想了 所以雙腳擺平 人慢慢向前壓下去 慢慢彎腰 直到你感覺到屁股有少許扯著 大約15秒鐘 然後呢 慢慢上來 不要坐 OK 如是者你可以先試一下兩邊的感覺 通常有時那邊呢 就會拉扯很多 做3至4次 背置15秒鐘 就算你說我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經常坐的 都可以試一試 它可以舒緩到這個肌肉的壓力 OK